二次衰退 可能提前来临 所谓的完美风暴指的是全球金融风暴 这有什么好完美的呢 这不是全惨了吗 还有什么好完美的 OK 然后金融巨鳄索罗斯 他说欧洲金融危机恐怕比雷曼倒闭更严重 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这个克鲁曼说 美国延长低利率的政策恐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好 还有这位什么全球策略主管呢 说全球经济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 马教授 首先呢 这个所谓完美风暴 是英文的perfect storm perfect storm 从这个地方来 就是说是一个实权实美的 各方面条件都具备 OK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抵抗的风暴 没有办法破解的 对 所以是一个真正的风暴 问题是 现在的这些大师们呢 很喜欢语不经人死不休 死不休 对了对了 所以这个末日博士这么多 里面那位这个克鲁曼先生 在2008年金融海峡发生的时候 他说这是百年来最可怕的经济大萧条 OK 2008的时候 对不对 对 但是今天我们回头去看 根本就没机会去 也还好 是不是 换句话说呢 这些大师们呢 常常跑出来这个半鬼脸吓人 嗯哼 他的那个伎俩 早就已经看破 OK 所以今天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相信 嗯哼 起码我是完全不信 OK 但是呢 正如克鲁曼所说的 对 美国的联准会 因为长时间维持 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 低利率是 所以让资金都赶出去 嗯哼 跑到世界各国去作乱 嗯哼 美国本身反而欠缺资金 所以美国现在是一个受性不足的国家 嗯哼 而且呢 美国的企业 获利很好 对 握有一大堆现金 但是不投资 对 也不顾人 反而裁员 嗯哼 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 是他的动能 非常的强大 可是发动不起来 嗯哼 所以如果欧巴马这次呢 这4470亿美元 对 他如果用对地方了 嗯哼 把这个动能突然之间启动 是有机会的 是很大的 它会使得全世界 除了欧洲跟日本之外 都被带动起来 嗯哼 所以那个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OK好 那那马教授这样的分析 呼应了刚才朱董事长的这个分析 当然了 政治人物啊 很多都是演员 这个我们也知道了 可是他演得好 对人民有利 那也罢了 咱们就让他演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欧巴马这一演 如果真的可以把这4400多亿的这个美金 用在对的地方 减少了美国的失业率的话 那么对全球的经济来说 也是一记强行争 这个林顾问 刚才您相对比较保守 那对于这些所谓的 看起来相对比较悲观的 全球经济的这个展望 您个人的看法是 是我是觉得是说 其实这个金融的危机是存在的 那现在其实各国的政府 都已经看到这个危机存在 所以最近所有的开会 所有的讨论都是来怎么样 在避免金融危机发生 避免二次衰退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说 这些国家政府他们使出的力量 能不能够真的去阻挡这件事 那我觉得是说 既然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情 在努力的力往狂然的话 那我会期待 我们会期待是说 不要有二次衰退 但是呢 经济成长减缓这件事情呢 它不可避免 但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 9月8号 9月8号欧巴马的那个演讲 哇 那个在国会里面 大家都拼命鼓掌 气息如红 可是他演讲完之后 那个美国的期货开盘是小跌 就是说他没有因为 他的演讲激励大涨 他是小跌 然后亚洲股市开盘 也是小 也是下跌 就是市场的反应 没有那么直接而具体 就是频频 然后我接下来 我又看到一条新闻说 美国银行 有可能要裁员四万人 他们现在美国正想要 全力去救失业 可是美国银行说 他有可能要裁员四万人 而正好才这两天 汇丰银行也讲说 他要裁员 而且他还要裁亚洲 他说可能香港这边 要裁三千人 那所以就是说 好像这个 那个欧美市场的金融风暴 他莫名其妙也蔓延到 亚洲市场来 那我觉得这个危机 其实是说 大家都在全力防堵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避免 经济成长的减缓 好 我们刚才呢 又一再提到了 所谓的二次衰退 我请胡立昂老师 这个说明一下 所谓的二次衰退 到底什么样的条件 才算形成 那一次衰退指的是 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说 是不是有这个 所谓的二次衰退 什么样的条件 具足了以后 我们可以说 这个衰退已经到来了 我们这样讲好了 衰退的定义 就是连续三个月 GDP负成长 成负 三季 两季吧 对不起 三季 连续三季 就像拍啤酒理论 常常说的 谈得高才会跌得深 没有上过天堂的经济 怎么很快就下到地狱 不太容易 我们过去很担心衰退 是担心什么呢 就是经济过度膨胀 过度发展 大家真的是挥霍度日 那种情形造成衰退很严重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 不要只担心什么 二次衰退 这些名称 吓人 这真的人吓人的 是人吓人的吗 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吗 再这么说 我们刚刚讲 全球的财经专家 刚刚马大哥讲的 真的是正确的 就不要理他们 因为他们 语不接人死不休的 我发现现在 他们就是好像要博摆面 他们也知道 不讲你重的 不讲你重话的话 不会引起注意 全球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了 有点这个现象 那么所以他们一讲这样的话 我就高兴了 为什么呢 让帮我们股市打个底 因为股市筹码 打个底之后呢 再抢抄跌股 看到那种利空的时候 看到那种利空的话 他们再帮我们 再危言耸听一下的话 这股市底部会打得更好 OK 好 我请教一下这个朱董事长 刚才他们三位相对的 就是说 在谨慎当中呢 还是这个保守的乐观的了 那您现在怎么看 就是说 对于这个全球 大家都在讲二次衰退 你也认为说 讲归他就讲 事实上应该是不会来临 这个是偏不同的区域 对 我觉得欧洲的状况 比较有可能发展成二次衰退 那欧洲状况 但是美国不会变成 美国跟这个亚洲吗 它部分啦 但是它的冲击度没那么高 对 那我比较认为 美国的话是不可能二次衰退 OK 尤其欧巴马现在做这个动作 也许刚才齐芬说 他一讲完 美国的旗旨没有马上跳 是 为什么呢 各位 你们都还没看听我的节目 你怎么知道问题是出在 嫦娥跟天娥身上 要大家说明的 所以欧巴马是丢了一个议题下去了 接下来就是 你要最后是谁来做决定 美国老百姓做决定 所以我说 at the right time do the right thing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美国老百姓心里头是高兴的 你休想让那些共和党很支持你 我自己讲一句 我引述欧巴马的话 欧巴马在那个演讲当中 这他今次讲的 他说stop political circus 他的意思就是说 停止那些政治马戏团 这讲的多难听 意思就是说 你共和党这些家伙 你就是小丑 你就是耍猴的 你就是玩狮子 这样这么难听的话 你想想看 他根本don't care 因为他知道一件事 什么叫做好的演员 在这个点上面 他有一个好的剧本 这个剧本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三年前他不用 三年前是Blanky的舞台 Blanky的QE1 我看到很多的专家在说 哎呀 Blanky做了QE1 做了QE2 没有减少失业率 Come on Blanky的QE1是送钱 对 那个是解决 银行的流动性问题 那跟QE 跟失业率有什么关系 嗯哼 Don't care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欧巴马在这个点做 是一年多以后 他要选举 对 选举是一个人一票 你一个这么大的银行也是 你的老板也只能投你一票 对 所以他针对的是草根的个人 草根 所以 普罗大众 你想想看 他随便讲一个 他说 中国现在在发展高铁 发展的速度别很快 我们美国应该要发展 我一丢下去500亿美金 美国所有各地方的承包商 每个人都飞一杯羹 谁会反对 OK 管你共和党 所以朱总之长 你对于这个欧巴马 这个政治演员 演的这出戏 你是给予肯定的 给予肯定 给予肯定的 好 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要再讲一个呢 大家可能最关切的问题 那就是中秋过后 这个变盘 到底是变好 还是会变坏 各位请不要吃太多月饼 但是呢 我们这节目一定要好好听 因为这个是影响很久远的 马上回来挑战面对面